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是 生命纪第三章23到29节 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 这个我是摩西 主耶和华 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 显给仆人看 在天上在地下 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 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 24节说 主耶和华 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 这个你已将 在别的翻译本说 你开始将你的大力大能 显给仆人看 应该是指着 这个打败了这两个王 西式本王西红跟八三王二 其实这个是 最接近应许之地的时候 因为前面 这个 在第二章三十一节 耶和华对我说 从此起手 我要将西红和他的地交给你 你要得他的地为业 看起来 好像从这里开始 就是要得地为业 当然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 所应许的应许之地 是在约丹河西 不过在约丹河东的这个 打败两个亚摩利王的这个战役 在神学意义上 它就是一个 近迦南的这个意义 所以对摩西来说 你已经开始了 你开始将你的大力大能 显给仆人看 好像已经开始了序曲 准备要 要开始进入高潮了 进入精彩的地方了 但是摩西就停在这里了 所以他说 在天上在地下 也就是说 在天地之间 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 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 这是期待否定的问题 就是说没有的 求你容我过去 这是摩西的祷告 求你容我过去 看约丹河那边的美地 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礼巴能 摩西很盼望很盼望 他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去 因为他这一生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的目的就是要进到应许之地 那么又在旷野耽搁了 总共经历了四十年 他已经开始经历了 那个打败亚摩西人 开始得地为业的 开始 却不能进去了 所以他心中有很大的遗憾 他再次跟上帝求 求你容我过去 看约丹河那边的美地 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礼巴能 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 向我发怒 不应允我 对我说 罢了 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 你且上 你且上皮诗家山顶去 向东西南北观望 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 上帝说 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事 但是我可以让你到山顶去 摩西为什么不能够进迦南地呢 在三十二章 有一小段的说明 在生命纪的三十二章 五十一节 五十二节 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 加底斯的米利巴水 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尊我为圣 得罪了我 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你可以远远地观看 却不得进去 这个事件是指说 那时候上帝要摩西吩咐 磐石出水 但是摩西在气愤的里面 击打磐石两次 所以这个事情 摩西得罪了约和华 不能够进迦南地区 而且呢 不能进去二十八节说 你却要嘱咐约书亚 勉励他 使他胆壮 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 使他们承受 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 于是我们住在 伯皮尔对面的古中 伯皮尔 就是在 这个与耶利哥相对了 耶利哥相对 后来摩西 他死去的时候呢 他的尸首 圣经上说 上帝将他埋葬 也就是在这个古中 不过人 找不到他的尸体 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一阵唏嘘 就是说 哎呀 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这一生敬重 在这一件事上犯了错 确实他犯了错 惹上帝发怒 但是难道真的 这个不能就因为这样不能进去吗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恶婉也为摩西感到很可惜 不过我们也许试着从别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说对摩西而言 他觉得进迦南地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其实上帝带领他去的是天堂 而摩西不能进迦南地这件事情 学者从后面的结果来推测 基本上他应当还是在神的美意里面 为什么呢 一个是提到说摩西他已经120岁 他不可能像约书亚一样 这样在军队的面前 因为他说28节 你要嘱咐约书亚 勉励他 使他胆壮 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 就是约书亚 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征战 那摩西已经120岁 不太可能像 约书亚一样在军队的面前 带领以色列人打仗 第二个事情是 摩西如果没有死在约旦河东 那么交接也会有问题 当以色列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一定还是习惯来问摩西 约书亚很难接棒 约书亚很难去承接这个棒子 所以上帝定义让摩西 在完成他的工作 摩西的工作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约书亚的工作是带领以色列人打仗进迦南地 那么第三个呢 学者也认为因为摩西太伟大了 摩西这个上帝呼召他的过程 这么样的特别 而且呢 神还让他瞥见他的荣光 这个实灾在以色列人中 变成一个传扬许久的故事 过红海更是所有以色列人共同的记忆 它成为他们身份的定义 在旷野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 摩西太伟大了 他一声敬重 所以他很可能被当成神明一样的敬拜 摩拜 也许他死后会有一个神看 也正是因为这个考量 也许我们在生命纪34章提到摩西的死 摩西的死在34章第六节呢 说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 伯皮尔对面的谷中 就是我们刚才读经文 有提到这个谷 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上帝刻意让他的坟墓不见了 让人家找不到 因为他太伟大了 也许他在以色列人当中 如果他死去 很可能被当成偶像来敬拜 而上帝让他的坟墓再也找不到 找不到他的身体 所以这个世代就全然的结束在这里 而约书亚成为新一代的领袖 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也是一个提醒 摩西不能进迦南成为一个警告 我们就来回想 当以色列人这时候满心期待 因为他们已经打了两场这么漂亮的胜仗 而且分了土地 他们尝到了田头 他们觉得我们等了那么多年 等了那么久 爸爸妈妈所说的那个应许之地 那个流南与蜜之地 我们就要进去了 可是他们想到我们的 带领我们的领袖摩西不能进去 他们心中会有一个疑问 那个疑问是为什么 为什么摩西他带领我们 他却不能进去 因为他在寻了旷野 得罪了耶和华神 这对以色列百姓作为一个警告 也就是说 不管你跟上帝多亲近 上帝仍是神圣 不可侵犯的 不要因为 我们不要因为做基督徒做久了 觉得跟上帝好像熟了 就失去了应当有的敬畏 我想这是一个 包含我自己做牧者 都需要常常提醒自己 好像对神的话已经熟悉了 好像对教会的聚会的程序 已经太熟悉了 所谓的师工 所谓的同工训练 各样的装备课程太熟悉了 那么好像对神就失去了敬畏 我想起在我年轻当同工的时候 我又一次 这个有一次特别的聚会 在那时候有人就邀请了一个 神学院的院长 来跟我们免例 来跟我们分享 那这个院长 他有这个 类似帕金森施政 手就这样 那我刚好坐在最前面 所以我就可以看得到讲台 里讲台没有几公尺 我就看见这个老院长 70多岁的老院长 他走过来 我看他的手 很为他心疼 他拿着麦克风开始讲小小声 没什么气息 可是当他讲到神的道 他心中火热 他就大有能力 那时候我很专注的听 我发现奇怪 好像没什么读了 等到他讲完的时候 麦克风放下来 我看到他又都都都都都 走下去 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跟一个 另外一个牧师 分享到我的观察 我说说 我看到这一个老院长 哎呀他是不是身体不好了 我看他手抖得厉害 他刚刚上去讲的时候 那个气息很微弱 声音不够大 他的身体还好吗 那个老牧师跟这个院长 是多年的老朋友 他说 金龙你误会了 他的这个抖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他这个抖呢 他并不是生病 并不是你想的那个帕金森 我说那是什么呢 你没有看到吗 他手一直抖 他说是我们看到了 我知道 他一直有这个情况了 我说那是为什么呢 这个老牧师跟我说 因为他知道 他要讲的是神的道 他的心里充满了对神话的敬畏 哎呀我那时候饭几乎吃不下去了 他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 如果我讲的跟他不一样 当然是他对啊 他是权威 而他对神 他他已经退休了 从神学院退休 他是他对神话语的敬重 对神的敬畏 与日俱争 没有因着他这么多年的侍奉 好像就轻忽了 好像就失去了那个敬畏 那个画面就很深的烙印在我的生命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 当基督徒越久 我们对他的敬畏越深 愿意我们一生 越发的学习敬畏他 尊崇他 高举他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